那每次去找我小傲 厨房 我全给他干报 厨房不能干报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厨具介绍 不是厨房干报 厨具 我全给他干报 小吃一点也可以 好嘞好嘞 那么今天 屁股杀一张 能不能干一张 好 重说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厨具的分享与测评 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点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和评测一些小 平时用的一些厨具 和它被安利的一些厨具 时到时到我们在厨房 像我买了一些没怎么用的东西 系列的东西 和我之前用过 但是比较好用的东西 到时候通通报 写一个给大家 好 第一个 生日蜡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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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包包的神器 就是把皮放在里面 一个包包 哇哦 真的假的 你快试试 把这个皮放里面 把里面放上馅儿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它怎么能变成包包 我也没事 我有第一次尝试 咱们期待一下 好吧 失败 说实话这个东西 当时别人跟我安利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不靠谱 那你现在还卖给粉丝吗 这个那不能卖 就是 就是 娱乐一下 不用自己卖 下一个 你都觉得好笑是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有用 这是厨具 厨具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给你演示一下 干嘛呀 烤菜厨的油是不是乱崩 那油乱崩 崩崩崩崩崩怎么办 咱这是防着点这么草 哦 那这个是可以 还可以插那个马桶穿 是吧 防崩屎 是不是 你要是防崩屎 你最好买一个就是那种圈 好了好了好了 我看你是根本就买些这个不正经的东西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我看不下去的 你自己介绍吧 我先送 好用 你最好给我拿点有用的东西 哦 不好用吗 下一个 剁胶罐 当我们就是没有劲的时候 怎么把它打开呢 这时候 专门开罐子 就防你力气小 看这个东西 它里面有一层飞酒垫 卡到罐头里面 咱们轻轻一小段 它就开了 看吗 这盖还在上面 非常好用 而且它是多功能一体 这儿还有个平起子 你以为它只有这两种功能吗 不不不 往常我们开这种一拉罐的时候 往往抠着手指头都弹 这个尾部的尖 就是干这个用的 从这个洞里插进去 一撬 非常轻松打开了 还不伤手指 非常好用 现在我们下一个 正常我们想给防削皮 就拿着包皮刀 但是这个 是一个不一样的包皮刀 等一下演示一下 非常方便 随时随地 想刮哪就刮哪 想包谁皮 我们下一个 一根葱 想办法给它切葱丝 用最快的方法 买葱丝 那么还得等外卖时间吗 诶 瓶盖子 葱丝器 专门切葱丝用 咱把这个葱 打到一个小尖上 轻轻一推 哎 葱丝 什么 那不我自己切 想办法把它最快的给它 就葱丝 买葱丝 那么既然大家有 切葱丝的要求 那肯定有 切葱花的要求 看看这个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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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进整切这没有用的啊 这个万一你说不定 这种有用的 这葱太黏了 对 这个葱有葱的问题 感觉呢 我拿刀切速度更快 我们又试试一下 是我切的快 还是你剪的快 来啊 说明一下 我本人一点厨艺都没有 说明一下 本人有点厨艺 喂 计时 开始 我这个葱花有点大 你这个切的还是好一点 就是我这个是 葱段 切的还是不错的 时间差不多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 这个剪刀比刀还重 哎呀嘛 还是刀吧 哎呀小糟糕 反复做以后 它不就是葱花了吗 有道理 都剁一下就办事了 还是老的办法 有点类型这玩意 虽然说切的 不好的东西卖给粉丝 不是 这个不能卖给粉丝 我测评了 这些不好的 全都是自己留用 下一个 别别别别 这不能刀 败吧 不能卖这个 一块钱 不行 这个太差了 我不能卖 不能卖了解 OK OK 下一个 下一个 你又肯定猜不出来 这是什么 赛哥面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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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可以跟别的东西搭配一起使用 可以啊 版本的防油绷件套装 赛哥炒菜 它还可以就是在你切洋葱的时候 帮你防住洋葱气味 这叫流泪阻断器 它可以在由崩到你脸的时候 不让你崩到脸 毁容阻断器 对 那戴眼镜朋友怎么可以戴这款产品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戴眼镜 但我现在又想再戴一个产品 那怎么办呢 硬往上戴 哈哈哈哈 那你说硬往上戴就行了 演示什么呀 我怕是 怕是不懂嘛 就是 所以它才是有一点点小缺点 设计个隐性眼镜款就更好了 都戴隐性眼镜 那么直接可以戴这个了 下一个 每次切洋葱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 洋葱发滑 切不着 还怕切着自己手 固定住 拿个小刀切 擦身了 等会儿啊 你这样切太不就好了吗 它现在插太深了 刀插不进去了 对 我现在插太深 刀插不进去了 好 洋葱固定在这儿了 也不怕切着自己手了 只需要在这个棱子之间 去切它 非常轻松 没有任何危险 然后就想慢慢给它拔下来就行了 这时候你发现洋葱 气息冲着你的眼睛了 戴上这个面罩 这样 这可以完美的防止洋葱气味 又可以完美的切好洋葱 做法有点费劲 剩下都挺好的 这个工具还可以 可固定个柠檬啥的都可以 啥都能固定 想切啥片都行 那么接下来 下一个 来了啊 交给我 你们介绍一下 观众朋友们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款 集合空气炸菇 烤箱 解冻 干果 等非常多功能的厨房电器 多合一功能 可以说非常便捷 但是我们为什么节目中没有使用过呢 请小奥解释 首先 在这个东西出现之前 有这些功能的东西我都有 而且还不止一台 就是买了试了一次 我甚至后来都忘记它放的 你这个行为 实在是太恶劣了 你什么东西买完 你知道什么 你这 滚了 忘了忘了 这不是美食播主家什么都有吗 很多东西买了都没怎么用 其他功能的机器也都有 这个是直接挂我鞋底上给大家了 就挂这么一个呀 当然不是啊 除了这个 极客空气炸锅 烧烤箱 多种功能的空气炸电烤箱 还有这个非常好看的 极热淹水机 这个非常高级的轨道插座 操作简单的空气炸锅 还有主弹器 多功能电烤箱 这些我买来都没怎么用过 就通通挂上去 全部10块钱 报仇给大家 上闲鱼搜小小睡觉 就都找到我了 行 行 你过去去吧 嗯 我过去 啊 你 下药 这个应该大家 之前的有所耳闻 就是这个东西把鸡蛋放进去 可以摇匀 给它打开 把鸡蛋放上去 盖起来 然后呢 蛋黄和蛋清就混为一起 然后煮出来就是黄金蛋 对 这有点抽辣椅啊 这个啊 这有没有说要摇多少时间啊 没说 哈哈哈哈 那怎么回来呢 多摇一会儿吧 在玩的真能把鸡蛋摇匀 为什么要摇匀呢 我不顾应该 有些人可能只爱吃蛋清 或者只爱吃蛋黄 然后给它摇匀 为了让它全都吃一下 你一个小小的小鸡 在为你这么脆弹 你真的很残忍 他都坐火箭里了 没有事 可以了吧 差不多 我们给它煮一下 OK 现在看看这个鸡蛋 到底能不能变成这个黄金蛋 原来真能达到这种黄金蛋的效果啊 比较喜欢吃这种蛋呢 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还真的挺有用的 就是摇起来有点累 但是说不定它有电动 哇 完全就是那种蛋清的口感 没有那种蛋黄的那种干涩的口感了 下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煮蛋器 但是 我没什么用 我们这人比较多嘛 它这一次性只能煮两个蛋 太麻烦了 还得煮好一次 如果人少的话 程序早餐煮个鸡蛋 就不用练气锅啥了 几分钟蛋煮好 首先 把这个凉杯给拿出来 通过凉杯上它就刻着我 想煮什么样的鸡蛋 就按照它的说明 把水倒进去 这儿放两个蛋 就是早上起来刷牙之前 把两个蛋放进去 刷牙 蛋好了 非常方便 送完鸭直接吃 吃饭 上班 非常耸时耸力 下一个 这两个东西都是备菜之前用的 一个洗菜 一个洗米的 这两个东西呢 我试过之后 觉得还可以 这个洗菜的呢 放这里面洗 洗完之后 正常不得滤水吗 直接这样 就把它过滤出来了 那这个洗米的呢 就有点不一样了 它下面用这种弧形的设计 上面有个小过滤口 不用粘一点手 水直接从这里灌进去 用水那个冲击力 它在里面翻滚 把米洗好之后呢 该这么倒水 就OK了 就增加一点点小便利而已 这两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好用的 到时候我会当做 买一些东西的正品 给你们送出去 下一个 之前大家应该见爆冰的那一期 之前买了那个让我玩坏了 后来又重新购入了 这个呢 还带了三个刀片 切细丝的 切粗丝的 还有个切棕片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方便 有多好用 打开 这边放一个切粗丝的 拿出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胡萝卜 放到这 非常的轻松 小粗丝切好了 这个丝 我是觉得真心的有点方便的 那么接下来 下一个 这个 跟我们那个包包的神器 有点骚骚的小不一样 这个包大包是吧 包饺子 脚皮往上一放 馅往里一放 怎么样 哇 真包上了 必须的 如果家里过年想吃饺子 我觉得你值得拥有 充电 不需要插电 这是非常方便的 下一个 怎么样 你要回答 嗯 啊 等下你就知道了 等我给你刷 铁铁铁 不要不要不要 呃 模拟腌制吗 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 这就是真薯条 薯条放在里面 饺子头挤蕃茄酱 对 这就是一个 嗯 吃薯条的一个东西 饺子头正好可以放酱料 然后这个薯条呢 看 蘸一下 非常方便 你滚出去 滚出去啦 不觉得它 我不觉得 增加了生活的很多小乐趣吗 并没有 但是说实话 还是当烟灰钢靠主的 嗯 嗯 因为我看到它有个小设定 你知道吧 嗯 啊 我真的怀疑 这真的是个烟灰钢 是放薯条的吗 但是我买的时候的那个 铺片真的是放薯条的 我怀疑它可以两用 你滚出去 要不把它换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西瓜 这是你的神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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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手神器 子弹有一个切西瓜神器 该如何到来呢 这个等我给你演示一下 呃 去拿刀啊 对 切西瓜神器 要用刀切西瓜 然后再用切西瓜神器 对 然后咱把这个东西 擦到西瓜里面 可我跟你说有用个勺 就是 就是都切成这种 一个一个小块 就是也是增加了 生活率率的乐趣吧 对 你是谁演出呢 这东西能卖出去 就是救人太多了 让他们都挣着钱 这门我看着我吃的菜想买了 下一个 在我平时切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东西切不动 怎么办呢 拿刀 这样拍刀背 哎疼了 这时候就有个东西了 就是把它卡在刀背上 你这样拍刀 它就不会疼了 切东西就非常轻松 压一下 这就不疼了 切大骨头 拍上 没感觉 你们正常拍刀背上 多疼啊 自动削皮肌 滚出去来 滚出去 你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咋你 这真是电动的 这回不累了 这回 果肉 果肉给我找 滚出去 滚出去 你让我再试一次 都要可能沿着明白 它不可能 就是它能不消失一层果肉 不过你这么做 也可以做一道新菜 苹果面条 有道理啊 再试一次 咱把这个苹果给固定好了 它这有个档 我刚按了二档 它就刮两遍 咱改这个一档 有块没消掉 你看 它就削了一遍 但它有块没消掉 总的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是不是 对吧 对的 它削一遍 它这个刀片上去了 那我这苹果怎么拿下来弄 你看看 能不能让它退回 那一块是消掉的 滚出去 浪费两个屁股 没有吃了不就得了吗 下一个 这也是一个厨具 滚出去 这个是厨具 啊 这个是一个洗碗机 你自己都笑了 这个是别人安利用给我的 说这玩意挺神奇的这个 你给你捏一下全身震撼你一下 嗯 震撼一下 灶浪式洗碗机 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哭呼吸 这玩意只有这种烙 去把那盘子上的乌子 全给它冲刷掉 这玩意伤得这么大呢 怎么样 你让它一起滚 下一个 自动炒菜机 之前看上了就买了 但是后来一直没用上 首先我个人认为 这个会做菜的人用不到 不会做菜的人压根就想不到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是怎么用的 把咱准备这些菜给倒了 里面的调料给倒了 盖出锅盖 调到这个爆炒模式 确定 只需等待片刻 在我们等待的这一小会儿 这个菜已经炒好了 非常方便 不用动手 嘿嘿嘿 打给看看啊 咱借助一下工具 哇 炒得还不错呀 看这手肉 炒得非常嫩啊 不错不错 这个值得推荐一下 但是啊 这个估计使用的场景很少 那么请问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我当初买这个 我心没形成的 就需要我自己准备菜场的那种 不是啥也不用管 啪啪就完事的 就吃着就行了 是不是理想和现实 总是有差距的嘛 以上这些就是我亲自用下来 评测下来 较为好用的厨房用 当然也是根据我自己主观的感受 进行评价 如果对大家有帮过 那就再有不过了 大家还用过什么很有用的厨房好物 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分享 感谢大家 今天评测下来好用的东西 也会随机搭配在准备咸鱼上架的福利中 一起寄出 你们平时有啥用不上的东西 都可以挂咸鱼卖了 灰灰写啥的 在最后 还有一个小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一辣罐饮料 喝饱了怎么办呢 看 一辣罐封口气 按一张坐在家 封住了 还可以保存一下 关出去 关出去 小金浩天员的这个 陪训 练习 他这辈子都没想到 自己能在火箭里 攥着鱼卷